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解的是 1988年团体赛 李来勋之先手对陶汉明所议成的一盘实战 这盘对局是由挺兵对禁足所形成的 这盘棋时间非常久远了 但是应该说里边的布局片招还是非常典型的 因此我们也精选出来给大家观赏一下 红方李来勋直红旗先走 他走的是先直路 李来勋的旗风是灵活躲变的 布局选择面也非常的宽 先直路是李来勋比较拿手的先手布局之一 那么黄方明走的是足旗机对挺兵 接下来红方走power平三 黑方对挺足也是一种策略性的下法 红方至此可以马八进七 包括现在power平三 直接还架小当头 如果红方走马八进七容易形成视向级 比较平稳的阵势 那power平三相对来讲就是局面比较尖锐 这是形成了先手并底炮 平炮以后马上威胁 平三进一 那么黑方在这里有多种的选择 有炮八平五还有炮二平五还有向三进五 向七进五 应该说环架两个炮可能显得更积极一些 而补两个向是比较稳健的选择 在本局当中陶汉明选用的是向七进五 黑方飞向以后红方就迅速出动 忧郁的子力 当然这部棋红方也可以走炮八平五 直接还架一个中炮 直接还架冰炮 也是可以的 这儿看黑方如何表态 这儿就先动左边的子力了 右边的冰底炮放在那里 给黑方以威胁 然后再赶快展开左翼的子力 但是感觉上 这个平炮以后马上挑边膀 这个显得比较协调一些 接下来黑方走马八进去 正常的来看是马八进齐 但是在本局当中 黑方刻意求变 也可以说是实施了一个布局片招 这是非常鲜明的布局片招 就是走炮八进四 红方跳边马以后 显然是准备两局 那么黑方如果按正常的次序 先走马八进去 红方局一平二 局九平八 局二进四 可以说是一个正常布局 但是感觉上还是 红方先手比较稳固 因此陶航明在临场 他选择了一个炮八进四的下法 这部棋的作用主要是 利用威胁打中兵 迫使你马八进七 这样的话 他再跳马 红方如果再拘平二 他可以拘平八 他这样能达到封锁你出局的目的 可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有计划的布局片招 他的希望就是正如严大师给大家讲的 他希望你打中兵 无可厚非 我要跳一个马看中 这儿黑方就先马八进七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红方跳马以后 将形成什么样的局势 局九平八 那通过这个次的转化呢 换一句话呢 说呢 也就是说 假设黑方走的是马八进七的话 这会儿红方呢 没有走巡洪区或者过沪区 而是采用的马八进七 当然这招七呢 就显得呢 有一些软弱 这儿黑方呢 就可以走跑八进四封区了 自然 对这样的结果呢 红方是难能满意 如果形成这个局面以后啊 由于红方这个右鞠备被封 他肯定要想想些办法去这个 对黑炮啊 实施一些压力 那我们可以设想 呃 现在应该是 该红方走 红方 比如说 先补一手下 先补一手下 黑方 也可以考虑呢 就是不是打炮平三啊 将来有这种强行啊 这个突击的可能 当然黑方也可以先跳 对 先跳边马比较这个协调一些 红方 这会儿 黑方再炮 对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红方给予炮八将 他准备 马一将 马一将 黑方将来有这种强行突围的手段 那么这个黑方也可以 这步棋呢 对 可以直接冲兵 也可以 局平二 置之不理 如果你现在跳马 他再冲走 如果你持炮的话 他 独三机 就直接冲过来 他先去后去 这样的话 黑方呢 这样对红方呢 会有比较大的反击 所以说呢 红方呢 一旦呢 自己的右鞠呢 被封呢 显得呢 这个棋局就比较苍白无力了 而黑方呢 这个炮八进次呢 也正是呢 寄希望于红方走呢 马哇尽弃 那当然李来群这个 盘面的感觉啊 非常的敏锐 啊 这个 颜大师呢 对他 还要包括我呢 就是都是比较熟悉 啊 他呢 往往在布局当中呢 有一些独到的 对阵型啊 这个特点 独到的认识 他通过这个审局呢 走出了一招 啊 非常这个 精彩的招法 就是直接举一平二 他对黑方的 打中兵的计划 置之不理 而是呢 继续贯彻了 出局的这个意图 可以说这招棋的 也是击破 这个黑方布局片招的 有力手段 那么 黑方 炮八聘武 黑方就 不能再选择 其他的这个下滑 啊 他 只有这个打中兵 红方呢 顺势 坐马一蹬他 那黑方这个 蹬着炮呢 只好后退 如果黑方 炮退一 这儿红方呢 可以通过 简单点 逼对 他还要再退 黑方呢 还会再退 这儿无形当中呢 给红方多力 这种掌炮呢 对黑方呢 更不利 黑方如果阻武器 红方呢 可以打掉它 在九二斤四呢 这个捉死 这个阻 或者直接走 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的这个 总体的出自 已经处于落后状态 他唯一的希望 就是他的这个空头炮 因此他这个炮呢 他要尽力的保住他 打掉以后 这个九路鞠还要出来 所以黑方呢 只好呢 直接走炮 来寄希望呢 保护住这个中炮 那红方呢 快马加鞭 这个马呢 迅速就腾空 准备下步骑呢 就马六进七 来直接呢 害掉黑方这个中炮 确实呢 黑方这个中炮呢 就是难以这个保证 那后来呢 就是在九年代初期呢 有的棋手呢 又走出了 炮尔金四这种招法 在本局中呢 陶安明选择的是 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 这儿呢 被红方呢 顺利的把中炮对押的 红方也是占右 那黑方又曾出现 炮尔金四的下法 他想呢 这个中炮害掉 我再来 一个炮 但是通过这个 演变呢 也是红方占右 炮尔平五将 大家呢 可以呢 这个看一下 这个双方的结果 这儿红方在冰九进一 这个很巧妙的 这个叫大处矩 是这横矩啊 我们这个叫普通的横矩 这高横矩 这是高高的横矩了 就是大横矩了 下步骑呢 这出来以后啊 将来黑方这个中炮啊 也来不及跟其他子力配合 比如他走马二进三 你居九进三 一捉他 他助心 你就炮滑箭 把他打死 他只有炮局 将来红方居九平六啊 黑方居平二 红方的跑平七 黑方也没有呢 其他子力的配合 反而呢 其他子力呢 还滞后 如果啊 红炮走的比较紧净的话 红炮也是可以取得线索局面的 就是说黑方这个旗 你再走炮一次 仍然是难以确保你中炮的作用 台湾明在时代弄得走的是马而进一 他看到中炮也确实保不住了 索性我就赶快再出紫 这儿红炮就比较顺利的把黑方的中炮盯死 黑方这个中炮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了 也可以说走到这里 黑方开局当中布局骗招 为之努力的控夺炮 一旦消失以后 这儿红炮就取得了布局的线索 他这个炮被堆掉以后 从铺子上黑方显然是处于落后的状态 接下来黑方无奈之下也只好马发进去 这儿在炮武经营就更没有意义了 铸二斤四 炮武经营都是成立的 红炮 马七六 刻不中反就把它换掉了 非常这个简明 黑方坐武经营 走到这儿呢 这个可以说布局已毕 双方呢 开始了这个接近这个中局的这个战斗了 那红方走铸二斤六 这段棋也可以说是一步呢 很有大局感的这个好棋 如果要是你局不点到这里 黑方将来有可能 把局局把对掉 这样的话呢 他的牙力会小一些 就说双方啊 这个棋啊 红方是多了一个七兵 黑方是多了一个中组 但是红方呢 得如何配合这个兵底炮啊 包括八路炮啊 他这个灵活的啊 有力的这种布置 那铸二斤六呢 发动攻击呢 也是一周呢 比较积极的这个下方 那么黑方看到 红铸二斤六以后呢 这个局的作用非常的强大 因此呢 他想 把它 对掉 走了步 足九进一 准备局九平三腰队 这招棋呢 还是走得比较顽强 接下来红方呢 走兵七进一 这个宋冰这部棋呢 非常的及时 如果要是走缓的话 给黑方这个局九平三 从容的对掉 那么红方的这个先手呢 就会变小 尽管是红方走了 兵七进一了 黑方呢 应该说 还是应该走局九平三 对呢 显得比较顽强一些 否则的话呢 就是说 像实战的招牌 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红方的子力啊 速度 毕竟还是太快 就是黑方走 现在走局九平三 是最顽强的这个下方 黑实战 他是向五进三 飞掉兵 这个飞兵呢 以后呢 就致使呢 红方的子力呢 更加迅速的 这个开动出来 现在大家看到 红方呢 有一个炮瓦平五 直接就是平炮一将 当头一将 这样黑方要是走炮瓦平五 他肯定不肯 虽然呢 可以减弱红方的这个攻势 但是将来黑方剩两个笨马 这两个马都不活跃 红方这个一个局啊 一副当官啊 这黑方呢 两个马呢 都难以愉悦上来 将来这九二平三 一扣这个马 这个局呢 再出来 黑方呢 总是感觉呢 比较被动 当然炮瓦平五 也许呢 可以把阵线呢 这个耗的时间更长一些 黑方呢 时代当中呢 是走的向三退伍 红方较江的作用 主要是为了出动九路局 因此他局有平八 抓炮 红方这个局就迅速的出来了 黑方局一平二 当然黑方呢 可能在时代当中呢 还呢 误以为呢 这个企业问题不大 还可以呢 坚持 接下来呢 红方局八进五 非常紧凑的一招 这样呢 红方呢 现在大家就看到了 这个局一出来啊 配合这个中炮 三路炮 在二路区啊 这双局双炮四个子啊 可以说威力太大 将来呢 马上就要举八平五 一杀中族 这黑方这个 整个这个城市啊 就是门户洞开了 假设现在黑方走足五级 红方呢 举八平五 就可以举八平五 下不及呢 把这个中族呢 杀掉 杀掉以后 还有是杀中相的这个手 就是说黑方这个中族 现在已经在劫难逃了 嗯 因此呢 他如果能冷静一点 先补一手试 先夹后这个中路的防御 如果红方吃掉 嗯 黑方再走过 炮尔平四 这样的话呢 先把鞠通头 以后还可以考虑 马一退三 这个加强这个中路的防御 可能他可能也比较担心啊 怕可能红方将来 有这种强制的这个手段 但是红方这样下 红方毕竟他也有风险 嗯 所以说呢 这样子下 黑方先补一手试呢 比较顽强一些 或者考虑呢 这个就是把中族巩过来 你平的时候呢 黑方能不能类似这儿的下方 啊 来想办法呢 这个 通过消耗子力呢 来 瓦解呢 啊 就是适当 或者减弱呢 红方的攻势 实战中呢 黑方呢 也是想通过这个对子呢 谋得这个减化局面 但是从 这个招法上来看呢 这个时机呢 把握的 并不是太好 很显然这个 实战中 黑方走的是 G9军3对军 他对完局以后呢 使他的这个 左翼呢 变得更为空虚 对 这个整体呢 这边的巨炮 巨马炮呢 这个像一个黑三角似的 始终呢 没有动弹 这个 没有发挥他呢 应有的这个效率 那他现在呢 走的是G9军3 好 我们进去呢 来看实战的过程 我方G2平一对调 恐慌呢 采用的招法非常 简明有力 G8平一杀 这样的形势下呢 就是说 黑方补两次啊 可以说是左右为难 补十四近五呢 这边呢 相对来讲 稍微的 加强了一些 但是红方这个炮三平二 也挺烦人 这个底炮啊 就要注意下去 你要马就对起手 他将来G5平三 就是 连销带打 这个黑方呢 补这个势呢 是并不情愿的 所以呢 选择之下呢 黑方走的是十六近五 这儿呢 左翼呢 也显得比较空虚 好 之后呢 这个李来群呢 成胜呢 这个挺进 G5平一 在G5平三 这儿呢 大家就看到 黑方非常的薄弱 只有一个马呢 来掩护自己的 这个降服 现在黑方呢 也来不及走 这个炮 平三或者平四 因为呢 红方即将的 炮他进三打出去了 这个棋呢 作为这个高手来看呢 是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一打出去 黑方还要再退马 这个棋就显得太被动了 从正理上来看呢 可能黑方也现在 只能走 这个炮平四了 但是黑方看到 这个打平以后啊 难以挽回这种啊 垂势 索性的降武平六 看看红方呢 怎么去进一步 作杀 做功 现在这个局面啊 红方占优势 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 你怎样扩展这个优势 并且发展到盛势 那么在这里呢 李来群处理的 非常的简洁 和激进 他走了一步 冰三机 他这个招法呢 非常传神 这种仙气兵啊 送给黑方赤 是为了呢 更加有效的发挥呢 三路炮的作用 他不是说的啊 黑方当然是要拱 不拱 红方就拱过去 他不是说的 简单纯的对足 如果杀回来 固然也是红方先手 但是啊 黑方马西就 这个就 红方呢 要想 这个进一步扩大战果啊 还要 分很多周折 而他并不是对足啊 这个乍一看 我们旗友朋友呢 看到以为是 红方想对足 实际上他送了足以后 他不理了 他高呢 就高在这 现在招法呢 非常的 潇洒 和飘逸 因为这个 在有中炮的企业 还有这个 局的配合子的时候 我们总是能想到 最基础的方法 那就是铁门栓 就是利用中炮的控制 局站内 再借率助攻 那么现在 红方这个送兵 就是为了配合 这个铁门栓做杀 他妙就妙的 这个 如果你要不先送兵 假设 你要先制式 假设红方先不试 这儿黑方呢 黑方 泡二平四 你现在再送兵 就已经晚了 黑方有个局二进五 对 这儿黑方呢 就有很强的 这个反击能力了 你如果拱过去 将来黑方局二平七啊 尽管他形式也落后 但是他毕竟呢 就是啊 还能够坚持一些 红方先送兵呢 就不给黑方这个机会了 因为先送兵 他必须要吃掉 再不是 再不是 黑方的族呢 也不能逃 一逃你就丢马 所以说这个起呢 黑方就难受了 而现在在平胖呢 就会白走 这儿红方呢 批一将 泥银将呢 红方很简单 一打马 下步一出涮呢 就是绝杀之士 铁门栓 所以呢 黑方这个送兵的 送的呢 非常的精巧 红方这不送兵 现在黑方呢 可以说呢 局势呢 马上就是 面临了这个困境 这个 黑方呢 他的右翼的 鞠马炮 还处于这个 比较原始的位置 而红方的子力呢 已进入了这个 杀势 所以这个 送出这个兵以后 可以说呢 黑方即使力量再大呢 也是呢 难以挽回啊 这个败局 因为毕竟 左翼这个子力太空了 等着红方 狙装炮呢 组合去军功 而黑方只剩下了一个马 现在黑方呢 无奈之下呢 他选择的是马七退八 这儿红方 就算明死 那叫一叫 马八斤六 黑方直接进降也不行 直接出帅呢 就是 绝杀了 红方现在在 帅五平四 准备橘子剑 那黑方呢 只好 只试 扬一个试 如果退炮 也是炮三平四 扬一个试 这儿红方呢 再走破三平四 下到这里呢 黑方看到 下步 红方 橘子平三 甚至橘子 当然 平三是最好的 因为平二 可能将来黑方还有电足 还稍有一点麻烦 对 橘子平三 平三一步就是绝杀 就这步棋啊 黑方啊 就是难以 有效的这个防范了 而且自己的阵型 也非常的松散 红方这个狙装炮呢 已然成了这个杀势了 那走到这里呢 就是说 黑方看到这个大势已去呢 也就主动呢 这个投子人赴了 那这盘棋呢 应该说是 短小惊悍 这个对局总的来看 是短小惊悍 特别红方呢 识破黑方这个布局片招 以及之后的 一连串的 这个 进攻的这些手段呢 都是呢 给这盘棋呢 增添了很多这个色彩 特别是红方这个 聚装炮后来这个运呢 非常的 这个 这个紧凑 这个值得呢 大家呢 好好的 这个回味 好 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